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 1969年7月20日星期日,那是一个让全世界人们都激动不已的日子 美东时间下午16点17分39秒 阿波罗11号的邓月舱猎鹰号带着两名宇航员 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 成功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远的月球表面近海基地着陆 着陆月球六个半小时后 美东时间晚上22点51分16秒 阿姆斯特朗第一个走出登月舱 他背朝外缓缓地从登月舱的梯子上下来 短短几节阶梯他用了足足4分钟 接着他说出了人类登月史上最著名的那句话 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 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20分钟后 另一名女航员奥尔德林来到他的身边 两个人像孩子一样感受着月球表面的纤细粉末 像两只快乐的羚羊一样跳来跳去 然而登月任务完成后 像人民英雄一般归来的阿姆斯特朗 却在新闻发布会上显得异常沮丧 之后他拒绝采访躲避人群 甚至很快从NASA辞职 回到了家乡俄亥俄州的新兴纳提大学教书 有人说阿姆斯特朗是在月球上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导致他价值观崩塌并患上了抑郁症 也有人说登月之后 阿姆斯特朗用了足足40年的时间努力回到地球 不仅是阿姆斯特朗曾经登上月球的12个人 有人患上了白血病 有人死于非命 有人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神棍 似乎个个不得善终 这背后究竟有何隐情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阿姆斯特朗传奇的一生 以及那所谓的登月诅咒 1930年 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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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尖叫着说道快吐出来有毒 尼尔·阿姆斯特朗平静地说道 C12H22O11是遮堂 科特乔说我知道 但我以为你不知道了 根据科特乔回忆 那是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 以为什么事情是他知道 但尼尔·阿姆斯特朗不知道了 六岁时阿姆斯特朗和父亲 一起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行 父亲驾驶着一架福特飞机 载着小阿姆斯特朗 翱翔在俄亥俄州的上空 父亲对飞机的热爱 也深深感染了阿姆斯特朗 15岁时阿姆斯特朗就获得了飞行执照 那个时候他甚至连驾照都没有拿到 两年后的1947年 17岁的阿姆斯特朗考入了著名的普渡大学 主修航空工程专业 他获得了美国海军部颁发的奖学金 作为回报 他必须在大学二年级结束后 在海军服役三年 然后再回到学校就读两年以取的学位 1949年大二学习结束后 阿姆斯特朗进入海军 开始接受飞行训练 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 阿姆斯特朗应召参战 期间执行飞行任务78次 获得奖章三枚 1952年9月 阿姆斯特朗重新回到普渡大学继续学业 并于1955年毕业 此后阿姆斯特朗加入了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前身 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 成为了一名试飞员 从这之后 一直到1962年 申请成为NASA的宇航员之前 阿姆斯特朗共驾驶过 200多架各式飞机 包括滑翔机 直升机 战斗机 喷气式飞机等等 可以说阿姆斯特朗对飞行的热爱 已经刻在了骨子里 他曾经回忆说 促使他申请成为NASA宇航员的动力 并不在于飞向月球 而是可以在一种全新的载体中飞行 尽管在很多人看来 在这种载体中飞行 是一件很短命的事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 苏联已经在太空探索中 全面占据优势 为了在竞争中拔得头筹 苏联狠下血本进行载人飞行 同时也伤亡惨重 他们最优秀的宇航员科马罗夫 驾驶联盟一号飞船返回地球时 由于降落伞开启故障 而被摔得粉身碎骨 成为了人类航天史上 第一个殉难的宇航员 最惨痛的事故 还是发生在1960年10月的 洲际导弹爆炸事件 助推火箭还被绑在发射架上时 就被错误点燃 导致发射台上的160名 苏联宇航科学家全部遇难 其中还包括苏联导弹部司令 聂杰林元帅 正因如此时任 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科学顾问 维斯纳曾严正的建议说 切不可搞载人登月 万一宇航员迷航太空 那么他们的遗体 将永远在孤寂中漂泊 如果宇航员死在月球 尸骨难归 那美国人以后就不要赏月了 然而1962年9月12日 肯尼迪还是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我们决定登月 树立了在这个十年结束前 将人类送上月球 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 此演讲后来被认为 为阿波罗计划奠定了基调 肯尼提总统如此一意固形的原因 自然是来自于美苏争霸的政治压力 而灾难也果然发生了 1967年1月 阿波罗1号的三名宇航员 在地面模拟实验中 由于舱内高压纯氧起火爆炸 而不幸丧生 引发了NASA管理层的大地震 如果当时有一位预言家 告诉美国人说 这些失败者真的会在两年后成功登月 相信所有人都会认为 这位预言家在说疯话 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尼尔·阿姆斯特朗是登月第一人 但是当初让谁先走出登月舱 对于NASA来说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就像很少有人知道 乔格里峰是世界第二高峰一样 登月第一人一定会名垂千古 而另一位与登月第一人一起登上月球的同样优秀的宇航员 则很有可能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逐渐销声匿迹 想一想巴兹奥尔德林与尼尔·阿姆斯特朗这两个名字 哪个听起来更如雷贯耳 哪个听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英文名字呢 阿波罗11号共三名宇航员 指令长是尼尔·阿姆斯特朗 登月舱驾驶员是巴兹·奥尔德林 指令舱驾驶员是迈克尔·科林斯 执行登月任务时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会乘坐登月舱在月球表面着陆 迈克尔·科林斯则会驾驶着指令服务舱继续绕月飞行 等待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执行完月面任务后 乘坐登月舱升空与他会合 1969年初的几个月里 奥尔德林一直相信他将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 他的依据是在简短的航天使中 一般都是指令长在飞船中指挥 搭档负责出舱活动 然而1969年3月 阿波罗9号载人飞行任务结束后 NASA内部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说守卫登月人已经被确定为了尼尔·阿姆斯特朗 奥尔德林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非常震惊的 他甚至找到了阿波罗10号和12号的登月舱驾驶员 尤金·塞尔南和艾伦·宾塑库 奥尔德林认为同为登月舱驾驶员 艾伦和尤金会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 但这些私人谈话非但没能扭转局面 反而让人们觉得奥尔德林太过于注重名誉 为了登月第一人的头衔 急急迎迎四处奔走致力于幕后游说 而反观作为飞船指令长的尼尔·阿姆斯特朗 则一直埋头苦干 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训练工作里 1968年5月6日 阿波罗11号发射一年多以前 阿姆斯特朗在接受登月技能强化训练时 登月训练机在距离地面约30米的高度突然失灵 阿姆斯特朗在发现训练机即将坠毁后 立刻使用弹射座椅跳伞逃生 之后研究显示 阿姆斯特朗如果晚0.5秒逃生 他的降落伞就会因为弹射高度不够而无法打开 后果不堪设想 那天早上同事艾伦斌听说此事之后 询问阿姆斯特朗说 听说你刚刚差点丧命了 阿姆斯特朗只是平淡地回复了一句 是的 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 阿姆斯特朗只是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 然后就回办公室去写事故报告了 正是阿姆斯特朗沉着冷静 寡言自信但不自大的性格 使他成为了登月第一人的不二人选 NASA任务控制中心的创始人克拉夫特 曾经说过 尼尔不会自大 他从未产生过那种想法 我要成为第一个登月的人 他并不想把自己推到聚光灯下 这不是他的做事风格 这样一个言辞温和 且英勇无畏的尼尔 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阿姆斯特朗身体例行地告诉了所有人 做好你分内的事 其他功名保贬自有人评说 阿波罗11号登月舱在月面 共停留了21小时36分20秒 而在这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里 也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趣事 首先是那句登月名言 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 有一种阴谋论是 美国原本为登月第一人设计的台词是 美利坚合众国拥有月球的主权 美国人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美国领土的扩张 是阿姆斯特朗没有按照剧本办事 把美国人的一步改成了全人类的一步 但事实上稍微查阅一些资料后 我们就会发现 1967年1月27日 美国苏联英国率先签署了外层空间条约 当时阿姆斯特朗作为宇航员代表 也参加了条约签署仪式 至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条约 条约的第三条明确规定了 各国不得通过提出主权要求 使用占领或者其他任何方式 把外层空间据为己有 这个外层空间当然也包括月球 所以所谓的美国霸权主义登月宣言 根本就是子虚物有 在奥尔德林眼中 阿姆斯特朗坑他的地方 可能还不只是抢了他登月第一人的头衔 阿波罗11号的登月舱列英号 在着陆月球时错过了原定的着陆点 比原定的目标多飞了6.44公里 新的着陆点凹凸不平 阿姆斯特朗取消了自动降落 改成了半手动操作 奥尔德林虽然是登月舱驾驶员 但他坐的位置无法看到 阿姆斯特朗所看到的延时地貌 于是阿姆斯特朗就控制了登月舱 并在差点把登月舱下降级的燃料耗尽前成功着陆 当休斯顿指挥中心听到无线电通讯设备中 传来那句列英号已成功着陆时 整个指挥中心内部爆发出了强烈的欢呼声 登月舱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 也把手伸过仪表盘默默地握了一下 不过手动着陆还是带来了一个副作用 本来登月舱下降级底下的四个支撑角 是会在自动着陆时折断以作为缓冲的 但是在手动着陆中四个支撑角则完好无损 这就意味着登月舱的出口要比预想的高出了一米多 按理说这也无所谓的跳下来就行了 但是奥尔德林在从梯子上跳下来的一瞬间 把宇航服内置的尿袋给撞破了 他之后在月球上的21个小时里撒尿都尿进了靴子里 虽然没有得到登月第一人的头衔 但奥尔德林成为了第一个在月球上尿裤子的人 这张照片相信很多人都见过 他被认为是人类留在月球上的第一个脚印 但鲜有人知的是 这个脚印其实并不是阿姆斯特朗留下的 这是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展出的阿姆斯特朗的登月宇航服 细心的人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了 阿姆斯特朗宇航服的鞋底并不是条纹状的 这也成为了很多登月造假阴谋论者口中的实锤证据 说看吧 鞋子底部的花纹和登月的照片都不符 还说登月不是骗局 实际上阿姆斯特朗和阿尔德林登月时 穿的确实是图片所示的Skylab A7L宇航服 但是他们在宇航服之上还套了一双套靴 这是为了给宇航员提供额外的保护 防止宇航服发生撕裂或者是磨损 套靴的花纹就是横条状的 两人在执行完月面任务之后 套靴就被留在了月球上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脚印根本就不是阿姆斯特朗的 而是登月第二人奥尔德林的 奥尔德林走下梯子时 阿姆斯特朗还为他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可以清晰地看套套靴底部的横条状花纹 其实如今我们看到的很多 阿波罗11号宇航员的出舱照片 绝大多数拍的都不是阿姆斯特朗 而是奥尔德林 这些都是先下来的阿姆斯特朗为奥尔德林拍的 还有人说月球上的尘土是不含水分的 不可能拍得出来如此清晰棱角分明的脚印 根据地球上的经验 在干燥的沙子上踩出的脚印都很模糊 只有在潮湿的泥土上 才能够踩出那种棱角分明的脚印 但事实上月球上的情况与地球上大不相同 月球上的沙粒都没有经过分化和磨损 都保持着原有棱角分明的形状 这样的沙粒是很容易踩出清晰的脚印的 就像华石粉或者是湿的沙子一样 1969年7月24日 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迈克尔·科林斯三人 经过八天多的太空任务后 乘坐阿波罗11号的指令舱建落太平洋 随后他们被航母捞了下来在夏威夷下船 三名宇航员在夏威夷海关填写了 人类史上最牛的入境表 出发地是月球 抵达地是火弩鲁鲁夏威夷美国 行李是月言和月尘样本 科学家们担心三名宇航员 会从月球带回来什么奇怪的病原体 所以将他们隔离了21天 阿波罗14号之后隔离要求才被取消了 1969年7月20日 猎鹰号登月舱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陆后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发表了一则简短的贺词 他说因为你们的成就 使天空也变成了人类世界的一部分 当你们从近海对我们说话时 激励着我们需要加倍努力 为地球也带来和平和宁静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珍贵的一刻 全世界的人都已经融为一体 他们对你们的成就感到骄傲 他们也与我们共同祈祷 愿你们能够安全返回地球 因为你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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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静成为一部分人的世界 多年后人们才知道 当时尼克松还吩咐下属准备了一份道词 以防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里无法返回地球 道词的题目是 如果遭遇月球灾难 90年代白宫公开了道词的全文 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命运决定了那些前往月球和平探索的人们 将永远留在月球安息 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里 两位勇敢的人 知道他们无法获得救援了 但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牺牲携带着全人类的希望 这两个人为了人类最崇高的目标 寻求真理和理解 献出了生命 古人仰望星空时 会在星辰中看到他们的英雄 今天我们也是如此 但我们的英雄是血肉之躯的伟大人类 每一个仰望月亮的人都会知道 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永远有人类 这份道词之所以没有提到 阿波罗11号的另一位宇航员迈克尔·科林斯 是因为科学家们普遍认为 登月本身是最危险的 停在轨道上的科林斯大概率是能回来的 幸运的是这份道词最终并没有派上用场 不过登月第一人尼尔·阿姆斯特朗 虽然从月球平安归来了 但他也为这份荣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69年8月12日 阿波罗11号的三位宇航员 举行了登月归来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 视频开头我们就提到了 阿姆斯特朗在这场发布会上显得十分的不自在 再加上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 是在登月舱着陆月球6个半小时之后 才缓缓出舱的 这就导致各种猜测甚嚣沉上 有人说阿姆斯特朗是在月球上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所以才迟迟不敢出来的 回到地球之后世界宽也直接崩塌了 2009年前美国司令部军事长罗伯特·迪安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星际政治揭秘工程欧洲高峰会坛上 公布了这样一张照片 说是阿姆斯特朗在登月时拍下的 当时他和奥尔德林透过登月舱的窗口向外看 这个雪茄型的物体刚好飞过 这可能就是阿姆斯特朗走下登月舱阶梯如此小心和缓慢的原因 除此之外众所周知 阿波罗11号在进行全球登月实施直播的过程中 有几分钟的信号失联 网络上盛传失联的这几分钟里 阿姆斯特朗是把信号切到了私人医疗频道 一些无线电爱好者拦截了通讯信号 以下是一段被恢复的阿姆斯特朗与地面的通讯录音 阿姆斯特朗与地面的通讯 通讯录音中显示阿姆斯特朗一次看到了巨大的不明飞行物体 休斯顿指挥中心一直在试图安抚他 让他冷静下来 这段通讯录音的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 但有一个巨大的疑点 就是录音中阿姆斯特朗显得非常的紧张和浮躁 与他一贯的沉着冷静的样子是大不相符的 无独有偶曾经供之于美国顶尖航空太空企业TRW 并为阿波罗飞船设计了一系列关键部件的工程师 威廉·汤普金斯也曾爆料说 阿姆斯特朗踏出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步之后 就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他立刻联络休斯顿指挥中心 汇报说 这里有其他太空飞船 体积非常庞大 威廉·汤普金斯与罗伯特迪安的说法惊人的一致 这背后的故事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曾经详细聊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 其实除了这些爆料和猜测之外 阿姆斯特朗登月归来后的沮丧 更有可能跟他个人生活的巨大转变是有关的 政界、军界、媒体界都把阿姆斯特朗视为了美国的英雄 甚至是全人类的英雄 他和他的两位登月伙伴 面对的是数不清的采访和演讲活动 他们受到总统的接见 学校、道路、建筑物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他们在35天内访问了25个国家 阿姆斯特朗被17个国家授予了勋章 在阿姆斯特朗心中 阿波罗计划的成功是40万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共同努力的结果 可是在他登月归来后 这些昔日的同事也无法和他像以前一样相处了 扑面而来的美光灯、话筒和圣赞 让阿姆斯特朗感到越来越窒息 1971年 阿姆斯特朗从NASA辞职 回到了家乡俄亥俄州 成为了新兴纳提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的一名教授 新兴纳提大学在全美排名150左右 阿姆斯特朗选择来到这里成为一名老师 原因不言而喻 本来是来躲清静的 但是他到来的消息还是像重磅炸弹一样 在校园里炸开了 学校为阿姆斯特朗配了一位秘书 而这位秘书的日常工作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安排阿姆斯特朗签名 一开始阿姆斯特朗对他人所要签名的请求 可以说是来者不拒的 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为阿波罗计划做出过贡献的纳税人 他有义务满足大家的要求 可多年后发生了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阿姆斯特朗的想法 他发现很多人把他的签名当作商品来出售 一张有他签名的明信片 往往能卖到几千美元 其中还有很多是赝品 从那之后 阿姆斯特朗就拒绝一切签名请求 1979年阿姆斯特朗从西西纳斯提大学辞职 在家乡买了一个农场 过起了养牛种玉米的农夫生活 但媒体的美光灯并没有就此放过阿姆斯特朗 1989年是人类登上月球的20周年 阿姆斯特朗又被邀请参加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一天活动结束后 阿姆斯特朗回到家中 家里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干净的餐桌上 有一张妻子珍妮特留下的纸条 上面只有一句话 我们离婚吧 阿姆斯特朗与珍妮特相识于普渡大学 彼时阿姆斯特朗刚刚从海军服役回来 是一名22岁的大三学生 而珍妮特是个18岁的大一新生 1955年阿姆斯特朗25岁时与珍妮特订婚 1956年1月28日两人举行婚礼 婚后两人孕育了三个孩子 两儿一女 但他们的小女儿在两岁时不幸患上了脑癌 三岁时便夭折了 小女儿的离世对于阿姆斯特朗的打击很大 她选择封闭自己的情感 独自消化伤痛 她从未跟别人提起过女儿生病和死亡的话题 即使是她最亲密的同事 都不知道阿姆斯特朗曾经有过一个女儿 只有阿姆斯特朗的妹妹和他的妻子珍妮特知道 对于女儿的死 阿姆斯特朗一直都很自责 她认为是自己体内的某种基因 造成了这种悲剧的结果 女儿去世后 阿姆斯特朗更加专注于工作 很少有时间陪珍妮特 也没有怎么参与两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 起初珍妮特还是非常支持和理解丈夫的事业的 1969年7月20日 阿波罗11号登月舱着陆月球时 全世界人都透过直播看到了两位登月英雄 只有珍妮特手上拿着一根香烟 蜷缩在沙发里 脸上写满了担忧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珍妮特在观看登月直播时 被家人拍下的 阿姆斯特朗登月归来后 珍妮特作为英雄的妻子 也不情愿地被拉到了聚光灯下 这样的日子让她逐渐喘不过气来 她也厌倦了丈夫长期不在家的生活 1989年相伴了33年的夫妻分道扬镳 面对妻子的离开 阿姆斯特朗想挽留 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段婚姻成为了她登月荣耀背后最大的代价 晚年阿姆斯特朗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 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在工作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 没能好好陪陪家人和孩子 1992年在一次高尔夫球赛中 阿姆斯特朗认识了她的第二任妻子 卡罗尔·耐特 两人于1994年在俄亥俄州结婚 是卡罗尔陪阿姆斯特朗走完了余生 2005年75岁的阿姆斯特朗 还经历了一件对她打击不小的事 阿姆斯特朗有一位理发师好友麦克斯 20多年来阿姆斯特朗每个月 都会去麦克斯的理发店理发 久而久之两个人就畜成了朋友 可让阿姆斯特朗没有想到的是 麦克斯竟然背着她 把她的头发扫了起来 卖给了一位头发收藏家托德 并从中获利3000美元 直到此事后的阿姆斯特朗震怒 他警告麦克斯说 要么你把头发要回来 要么把3000美元捐给慈善机构 否则就等着吃官司吧 头发要是肯定要不回来了 无奈之下麦克斯就把钱捐给了慈善机构 但事情到这还没完 那位头发收藏家托德 颇具商业头脑 他向外界宣布说 自己手上有25万根 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头发 他会在每张明信片上 粘上一根向外出售 售价50美元 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找到 托德出售年有阿姆斯特朗头发的 明信片的网站 25万根就是1250万美金 珍妮的离去好友的背叛巨变的人生 登月归来后 阿姆斯特朗以为自己还是那个 沉默内敛爱开飞机的大男孩 但是世界已经不允许 他再这么看待自己了 这可能才是他躲避人群 拒绝采访 并在公众场合表现的 如此不自在的真正原因 不只是阿姆斯特朗 似乎每一个从月球归来的宇航员 都摆脱不了厄运缠身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只有12个会员的高级俱乐部 其他人无论是亿万富翁 还是国家总统都无法加入 这个俱乐部就是登月俱乐部 这12个人就是由阿波罗 11号 12号 14号 15号 16号和17号 送上月球的宇航员们 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高级俱乐部的名单 不知道会不会被更新 在大部分人眼中 登月归来意味着荣誉名利加深 可是仔细研究 这12个人此后的命运 我们会惊奇的发现 他们似乎个个没运连连 和阿姆斯特党一起登上月球的 奥尔德林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并且酗酒 被阿波罗12号送上月球的 皮特·康拉德 于1999年死于一场交通事故 被阿波罗14号送上月球的 艾伦·谢波特 后来患上了白血病 于1998年不治身亡 阿波罗15号的三位宇航员 大卫·斯科特·詹姆斯·欧文 和阿尔弗雷德·沃登 深陷邮票丑闻 他们在执行阿波罗15号任务时 私自携带了398枚首日风 进入太空 这些首日风被藏在了 大卫·斯科特的宇航府里 所谓首日风 就是在新邮票发行的首日 把邮票贴在信封上 再盖上当天的邮戳 邮票邮戳信封 有机结合相应程序 很有收藏价值 首日风如果被宇航员 带上了月球再带回来 那他的收藏价值就更不用说了 执行阿波罗15号任务之前 一名德国邮票商人 找到了三位宇航员 要求他们把一批首日风 带上月球 并且承诺归来后 会给三位宇航员 每人7000美金 相当于今天的5万美金 登月归来后 三位宇航员 把398枚首日风中的100枚 给了这位德国商人 剩余部分后来被NASA没收了 尽管在他们之前 也有其他宇航员 在执行任务时夹带私货 但NASA还是决定处罚 他们以警校友 斯科特 欧文和沃登三人 此后再也没有执行过 任何太空任务 此事后来还闹到了 美国司法部 司法部最终给出的结论是 三名宇航员的做法 虽然没有违法 但是破坏了NASA的规矩 不仅如此 詹姆斯·欧文在执行月面任务时 还差点因为心脏病 而丧命月球 可能是因为长期劳累 和过度紧张 詹姆斯·欧文在踏上 月球的土地之后 就出现了心率不齐 直到飞船返航 进入月球转移轨道后 远程体征监控 才显示心率正常 退役后 詹姆斯·欧文成了一名 虔诚的基督徒 并成立了一个名叫 越飞越高的宗教组织 甚至数次率信众 去土耳其 寻找诺亚方舟的遗孩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在登月之前 我从未感受到过上帝的力量 1991年 詹姆斯·欧文因为心脏病发而去世 享年61岁 他也是12位登月者中第一位离世的 12名登月者中最具争议的 莫过于被阿波罗14号 送上月球的爱德加米切尔了 登月归来过后 米切尔宣称自己看到了 大量不明飞行物 并且90%确定 它们都来自外星 更为耸人听闻的是 他2004年声称政府 掌握着一批外星人的遗体 并对这些遗体进行着秘密研究 同时对外界封锁消息 2015年 米切尔再次语出惊人 声称冷战未能演变成 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爱好和平的外星人的功劳 与各国外交无关 2016年2月 米切尔在自己登月 45周年经验日的前夕去世 享年85岁 回看登月俱乐部 每位成员的命运起伏 不禁让人感慨 这月球是不是有毒啊 2012年8月25日 尼尔·阿姆斯特朗 因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后的 并发症 在辛辛纳提郊区的一家医院去世 享年82岁 人们都说 阿姆斯特朗用一生中的前40年 登上了月球 又用后40年努力从月球回来 做回那个穿着白袜子 和白T恤的书呆子工程师 一位从辛辛纳提大学 毕业的同学回忆说 1982年 阿姆斯特朗曾经在他们的 毕业典礼上发表过一段讲话 一如既往的不提登月经历 只有给年轻人的鼓励 阿姆斯特朗谦和的笑容 很容易让人们想起 那张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这个月球漫步者在完成了月面任务后 穿着宇航服 坐在登月舱里 脸上挂着三天没有刮的胡子 看上去精疲力竭 但笑容里却带着一丝最纯粹的快乐 阿波罗登月计划 虽然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但由该计划派生出的 约上千种应用技术成果 在之后的数十年里 造福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食品 医疗到电子产品新材料等等 如今12位登月人中 还在世的仅剩下4人了 阿姆斯特朗去世后 他的家人曾发表过这样一则声明 说我们对所有想向阿姆斯特朗致敬的人们 只有一个简单的请求 尊敬他的敬业 成就和谦虚 下次当你走在晴朗的夜空下 看到月亮向你微笑时 朝曾经的登月人眨个眼吧 那今天就在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